2022-2023赛季斯诺克苏格兰公开赛 结束了八进四比赛争夺 塞尔比 特鲁姆普 凯伦·威尔逊三位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 前后被淘汰出局 其中塞尔比二 五不敌世界第四尼尔·罗伯逊而无缘四强 世界冠军 大满贯得主特鲁姆普赢了数据却输了比赛 他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下 被泰国球往塔塞亚逆转绝杀 总比分4比5不敌对手 无缘四强 爆出大冷门 世界排名第七位的凯伦·威尔逊 在与加里·威尔逊的比赛中陷阴后输 他在3比1领先时连输四局 总比分3 五不敌对手无缘四强 同样爆出大冷门 黑马奥康纳在与里奇沃顿的比赛中午 以轻松晋级 这样苏格兰公开赛四强席位就全部产生 他们是尼尔·罗伯逊 加里·威尔逊 塔塞亚和奥康纳 半决赛尼尔·罗伯逊对局奥康纳 而塔塞亚与加里·威尔逊争夺决赛权 大满贯得主 现世界排名第三位的特鲁姆普迎战泰国球王塔塞亚 本以为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 没有想到特鲁姆普却最终爆冷出局 第一局比赛特鲁姆普单杆打出53分 不过塔塞亚凭借多次上手进攻已91 53先胜一局先胜多人 第二局比赛特鲁姆普单杆打出104分后 颁平比分 第三局塔塞亚单杆打出79分后再赢一局 随后两局特鲁姆普单杆打出102分 52分连两局反超比分之三 二 第六局特鲁姆普再次措施扩大比分量进 单杆打出61分被塔塞亚逆转击败 双方战成3比3平 第七局比赛特鲁姆普单杆打出86分后 胜出率先拿到赛点 无路可退的塔塞亚 第八局打出单杆过百后再次颁平比分 决胜局双方争夺激烈 战至争夺黑球才分出胜负 塔塞亚打进黑球绝杀特鲁姆普 强势晋级四强 爆出大冷门 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塞尔比 迎战世界排名第四位的尼尔罗伯逊 两人都是世界冠军 且都拿到大满贯荣誉 双方实力势均力敌 本场比赛双方状态都很不错 进攻都不拖你带水 相比之下尼尔罗伯逊进攻状态更好一些 第一局比赛尼尔罗伯逊单杆打出133分后 先拔头筹先升博人 第二局比赛尼尔罗伯逊单杆打出准100分后 再赢一局 第三局比赛尼尔罗伯逊单杆打出83分后 取得3 凌具大领先优势 落后的塞尔比 第四局单杆打出104分后 扳回一局 第五局比赛尼尔罗伯逊不甘示弱 随即轰出单杆破百后四 一领先辞你拿到赛点 第六局比赛塞尔比单杆打出105分后 挽救一个赛点 第七局比赛尼尔罗伯逊多次上手进攻 并打出单杆60分后胜出 总比分5 二级败塞尔比 强势晋级四强 世界排名第七位的凯伦·维尔逊 迎战加里·维尔逊 加里·维尔逊本次比赛发挥出色 他先后淘汰暴沙利文 投赛尼瓦菲等名将晋级八强 与90后最强凯伦·维尔逊争夺四强 第一局比赛 加里·维尔逊单杆打出65分后 一分险胜先胜一局 先胜博人 随后三局 凯伦·维尔逊突然发力 连续单杆打出73分后 连赢三局一三 一领先进入中场休息 短暂休息回来之后 凯伦·维尔逊状态突然掉线 而加里·维尔逊则逝状态会用 他连赢四局从比分5 三逆转击败凯伦·维尔逊 强势晋级四强 丁俊辉终结者奥康纳 与李奇沃顿争夺四强 双方前两局各赢一局战成一 一平 随后两局双方争夺激烈 但奥康纳把握机会能力更强 他连续两局险胜对手取得三 一领先 士气大阵的奥康纳 随后两局都是一杆制胜 单杆轰出121分 81分后再胜两局 大笔分5 一横扫里奇过盾 强势晋级四强